這個比較漂亮 不用手滑 但意思是一樣 在這個圈裡 例如這個圈 你看到這個圈是黏著一個圈 黏著一個圈 這樣走過來 當然它不只是圈一圈 繞幾個圈 最後在這邊就黏著一個圈 這個圈是黏著一個圈 轉動滑動 就是靠這個圈去貼著它 這個圈叫Sleep Rinse 另一個問題就是 決定Current的方向 除了用Lenses rule 之外 也可以用Flam Lens rule 意思是用左手去定 左手這樣定 這個圈是B 這個是I I 是G 這個是我們移動它的方向 要轉轉 即是說這個圈是這樣的 首先這個圈是B 不是 C magnetic field 就是磁場 然後這個圈是向下 是向下動 這個圈是向下動 這個圈是向下動 所以Current就向下動 所以Current就向下動 跟剛才的結論是一樣的 而這個圈是用來的 然後這個是做出圈 這個圈是一樣的 這裏有什麼大 什麼小的圈 這裡不是畫過Voltage 和Current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Current大 這與Current比較強 下面這裏有一個展示給大家看 它是平的時候是最大的 如果是直的時候就變成很小 接著轉到第二面平的時候就變成最大 由正變負了所謂 某個方向是正,另一個方向是負 還有它叫這些AC的Generator 叫做Orthnator,因為它兩個方向去動 你見到它這裏的Current 或者Voltage都是這樣的形狀 有大有小 平時說我們家居是220V 的Voltage 為什麼它不固定 它不是固定在220V 它是變的 但我們憑什麼說它是220V 原來它是將它 作為一種等同去計算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它等同去計算 這樣 它有大有小有大有小的 這樣 我們知道 我們的Power 其實是這樣計算的 V220V 再除去R 這個是Power 例如它某一個位置 它會有某一個V 當然它R是固定的 R就是整個Circuit的 那個resistance 某一個位置又有另一個V 某一個位置又有某一個V 它這樣可以切開很多個點去計算 每一個點都會有它的Power 是不一樣的 因為V不一樣 這裏都一樣可以計算到的 它負的Square 都會變成正的 Power 每一個點都可以計算到一個不同的 然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平均了它 這樣計算出來的數 它就會相當於一個平均的意思 它每一個點的V都是一樣的 每一樣可以計算到它的Power 這樣就 它要令到 它這裏計算出來 到底應該是多少呢 如果家居的話 就會計算到220V 這個意思之外 它最高其實它不止220V 它有300多 然後有200V 還有100V 然後它每個點都計算它的Power 平均了之後 它是等於220V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它的意義就是 如果我接電器在這裏 它平均了它的Power 其實是等於這個情況 等於你插進它 一個固定在220V裡面的Power 它用的電 或者它的燈泡 其實它平均的亮度 其實是相當於接著一個這樣的Circuit 就是在220V裡面 裡面 這樣就 那麼至於是 所以要怎樣令到它的 ZangTui的Power 強一點呢 來來去就是這樣 首先要轉多幾圈 這裡 我們多轉幾圈 第二就是 令到它的線 密一點 即是說 你的Magnetic Feel 強一點 你強點的話 你轉這個東西 它的變快也會大 那 那 然後第三就是轉得快一點 你用短一點時間轉 原先一秒多了五條線 現在一秒轉得很快 一秒多了八條線 產生的盤子就強了 或者是弄大一點這個圈 沒錯 弄大一點這個圈 原先這麼小 然後你放大它 弄大它兩倍 那個變化就大了 好